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备收看今天的稳超胜券节目 那大盘今天再度的上涨 看起来很强 对不对 那未来会不会更强 应该会 但是之前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大盘会那么强 你做梦都没想到 你晚上做梦都想不到 这个大盘从严老师开始跟你讲 你拉回要涨买点 不要看现在量缩整理 很多的股票未来都会涨 你要听我的你知道吗 不要去听些很奇奇怪怪的 大盘不会动 大盘真的不会动吗 对不对 大盘不会动你钱赚不到 不要认为说现在疫情还会再发生 这个可能二度感染 我相信这些人可能有被迫害 这个妄想症 想太多了 老师这个中国大陆 这个特斯拉卖得很好 所以说昨天特斯拉股价大涨了200% 老师这个铁矿砂最近开始上涨了 代表未来的经济又开始好转了 这个都是你看到的正面的正向的 这些资讯 这些资讯很宝贵 你要把它记在心里面 不是说你看到现在好像说 老师这个第二季好像这个出口也不好 这个出口不好是之前疫情造成的嘛 那第二季不好第三季应该会很好 因为第二季基期比较低嘛 基期低 二跟三去比 一比较就知道了 第三季会暴冲 会暴冲 我现在跟你说会暴冲你不会相信 不会相信 既然当时我在这个地方跟你讲 8500点你要不要买 老师怎么可能 疫情很严重 美国日本英国意大利 还在讲疫情 当你讲疫情的时候 这股价已经弹上来了 还在讲疫情 有人跟你讲世界末日嘛 对不对 世界末日 摸到这边了 就跟你讲都不会涨不会涨 结果呢 涨到这个地方 老师不可能啦 老师已经来到一万亿了呢 现在有多少人跟你讲一万二 不是一万亿跟一万二的问题啊 是你的信心 对不对 全世界都在量化宽松 你还想那么多 热钱 热钱 钱是热的 台币有没有升值 有吗 避险的需求黄金都在降了 你难道不知道吗 搞不好对不对 下个礼拜去加油 你会发现加油站怎么石油变贵了 因为需求量大 这个都是最基本的啦 这叫基本面 产业面去判断这个所谓的趋势啦 严老师要跟你讲的是未来好不好 准不准让你们来讲好不好 我绝对不会说我自己很准 那叫吹牛 准不准要让别人讲啦 对不对 跟你讲矽金元 矽金元 老师为什么环球金排第一个 为什么最近环球金股价再创破断新高 那环球金在涨 中美金也在动 未来会不会旱雷也在动 因为家境你长了你就不要追了好不好 矽金元跟你讲的时候 跟你讲没有人会相信啦 老师这个环球金290块钱 290块钱的时候 你还在节目里面讲说 这个对不对 要买低档区的 这个200多块钱的有没有机会 现在对不对 涨到多少 老师这要200块 起到够400块 对不对 400块钱会涨到什么地方 涨上去的都有人会开始猜啦 老师我很会猜耶 200现在已经到400了 你再告诉我一下400到什么地方 其实这个地方涨上去 你可以先卖一趟啦 这股票市场不是说每天买 每天买不可能啦 涨上去可以先卖一趟 这个卖出去创新高嘛 股价创新高 你卖出去钱就到手了 就那么简单好不好 来这张图卡告诉你 对不对 可以先卖一趟没有关系 卖了 对不对 钱就进口袋了 我也不知道你是口袋 对不对 有多大 有人说要拿布袋你知道吗 是没有那么夸张啦 但是你的口袋一定要大件 大件你知道吗 前面两个裤袋 后面两个裤袋 最好对不对 上衣还有口袋 你尽量装嘛 股价200到400你可以先卖嘛 好你可以先卖 每天在问老师你到底有没有做 还有我每天都要带这个简讯单来给你看 好不好 到底有没有做你自己看 哪个会员等级什么时间 没有的话 益老师下台一举功啦 就那么简单啦 股价不是叫你用锥啦 我先讲喔 对不对 不是叫你用锥 你也不要去猜 老师两把到四把 四把有多到多少 周杰仁不是跟你讲过了吗 不能说的秘密啊 周杰仁在唱歌 你要稍微听一下好不好 稍微听一下 老师矽军也还会涨哪一档股票 你看老师的节目 你看那么久了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这个茂戏 老师啊 17块钱能不能买 有人问老师17块钱能不能买 我是不是跟你讲很清楚吗 营收成长年增97% 你有看过疫情在发酵 营收还有年增是97%的 你有没有看过啊 我之前不是跟你讲过了吗 疫情对有一些股票 它是它有加分的作用 它会加分 有人说这个行情对不对 叫加零对不对 没有人确诊嘛叫加零对不对 老师你这个是不是在加分 这个叫李加分不是啦 韩国瑜现在已经下台了对不对 太臭皮了 懂不懂 市场好好干 干完了再说 那人家觉得说你这个市场做得还不错 人家自然就会选你嘛 你市场都还没有干完奇怪了 跑去什么 选总统 爬太快 股票市场那边也是一样 我先讲 你看得到你不见得吃得到 有时候股票操作就是一步一脚印 好不好 你没有在低档区去买 你拉回再不买 每次拉回都不买 都有上车的机会 老师我就喜欢在旁边看 我就喜欢在旁边看 老师你做完了 我也看完了 结果呢 结果呢 结果你自己都会想要笑 老师隔壁台内的老师叫我 不要做 隔壁台内的老师叫我来放空 57台58台 每天在恐吓我 说这边巴西最严重 日本一解禁之后 这疫情又出来了 这些包装杂质真的会害死人 真的真的会害死人 今天加监值数来了多少了 11600 等到12000点 他一样跟你讲不要买 因为已经涨很多了 11000叫你不要买 涨到12000更不会有人叫你买 因为我跟你讲 他一买就漏了 你知道吗 11000没有买叫你买到12000 那叫追高 傻瓜都知道 但是严谣老师不会下去追 老师现在能不能买 可以啊 买那个低档区的好不好 买那个底部的 你一定会问我老师 现在还有那个低档区的吗 现在要底部了 你认真找一找 你认真找一下 但是你不要跟严老师讲说 这个股票也讲很久了 这个叫隐形冠金 做隐形眼镜的 这张股票叫金硕 没啥 没有什么知名度啦 基本面好不好 老师毛利率45% 还不错 老师赢利率14% 好像中等 老师现金股利2.5% 还好吧还好 老师那为什么会涨停板 这个股票涨停板 跟基本面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啊 那股票可能有没有人做 我不知道 你问我我无言以对啊 老师这个股票有没有人做 我不知道呢 我不知道呢 我只知道开盘价140块钱 买到这种股票看得到未来 看不到未来啊 你买的股票一定要看得到未来啊 看不到未来你去买它干什么 老师这个看得到未来吗 这个看得到吗 6月3号涨停板啊 6月4号再一根啊 老师这最近很难做 我都不要动作 两天两根涨停板的 你不动作 那你就不要动作好不好 就不要再动作了啦 两天两根涨停板 你就不敢做 第三天还在涨 第三天我跟你讲什么 先出一趟 叫你先卖一趟 先买啦 好不好 来 口袋 老师我要准备口袋了 对 口袋 把钱啊 装在口袋里面 知道吗 钱啊 这口袋是拿来装钱的 不是拿来装股票 股票套牢 很可怜 对不对 你这个口袋是拿来装钱的 这边讲得很清楚 先出一趟 拉回再买 老师今天金硕 又在涨 我没有讲 先出一趟 拉回再买 老师今天开盘163 收盘价多少 168 老师这一路发 一路发快收到 几乎快收到最高点了 那老师啊 这个涨了快6% 老师你对于这张股票 有没有什么评语 好来 我给你写来这个地方好不好 来 今天几乎创破断新高了好不好 来 股票操作看未来 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好不好 我不会跟你讲说 这个股票未来 对不对 你自己慢慢看 你能够看 你今天要看 反正节目你天天看嘛 老师节目很精彩 每天都有不同的股票 老师动作很多 没有啦 我动作也不会很多啦 我动作不会很多啦 但是我会把我正确的观念告诉你 什么是正确的观念 当然你基本面稍微要注意一下 这是一定要 这个叫基本功 对不对 我之前是不是举例子 有一个分析师 叫人家买在这边 叫人家买在这边 跌下来了 小菜一跌不讲话了 真的很没有职业道德 不然你也解释一下好不好 你要解释一下 你为什么叫人家买在这边 那为什么股价买了之后 就直接掉下来 你解释一下 你再跟人家讲说 为什么跌到这个地方 你不鸟人家 你看老师节目 我哪一次说 赶快追赶快追 这大白你长那么多了 又不是疯子 不需要追 好不好 来这个地方 对不对 今天再创破断 在中间有拉回 我叫你上车 那会不会涨 其实你都在看节目 好不好 看节目不需要你去做任何的动作 如果说你去做任何的动作 万一你套牢了 你电话又一直打一直打 这个老师 这个你在节目里面讲了哪一档股票 那我去买了 那我套牢了 千万不要 好不好 你赚钱你也不会来告诉我 老师我再偷偷买一档股票 结果我赚钱了 那我来交点学费 也不会 看节目就是看节目 内行的怎么样 内行的看门道 外行的看热闹 你看热闹看多久 你告诉我嘛 老师我跟你讲我每天看 看到现在家眷值 撞破端新高 我根本买不下去了 那就不要买好不好 那就不要买 继续看 老师我看了手会痒 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来跟你讲 现在是好苹果你尽量做 你不要说老师 这个以后苹果干尼谷掉下来 就有人开始打 就会说你的苹果是烂苹果 没有错每一次都这样子 好苹果烂苹果之争 好苹果没有吃到人就说 掉下来是烂苹果 那种酸葡萄的心理 牛顿有没有告诉你 老师牛顿是砍那个樱桃树的 不是种那个苹果的 我知道 苹果看一念谷要注意 有拉回去注意一下去买 老师为什么玉京刚排在第一位 为什么 为什么 你自己看 你自己看好不好 好不好 不要说老师给你骗 好不好 老师你的玉京刚为什么排在第一位 你为什么不往下面挪 为什么 因为它最快 没法挪 对不对 不要看基本面 我先讲 基本面看一看就好 好不好 股价真的会不会涨 也不是去看报纸 报纸告诉你的时候 这个股价已经涨上来 对不对 你要是赚钱 你要的不是去看一份报纸安慰自己 自己安慰自己 玉京刚不错 我真的看到股价上涨了 结果呢 口袋里面打开 让大家来看一下好不好 没有一毛钱 老师我拿着布袋来 你看报纸可以去拿布袋去装钱吗 你看我节目也许还有效 你从一根停摆看到三根涨停摆 这个中间你有动作的 你可能还有效 对不对 真的涨不动了 老师你又要讲了 周杰伦又要唱歌了 周杰伦啊 对不对 周董周董 董事长又要唱歌了 不能说的秘密 这个歌一唱出来的时候 可能对不对 就有人开始赚钱 老师问言老师 老师你有证语吗 6月2号 6月2号 我没有跟你讲从前 我就跟你讲 最近好不好 郁金光 你不动作 你绝对赚不到钱 老师 郁金光来到592了 592的郁金光 伟大吗 不伟大 297的郁金光比较伟大 老师为什么是297的比较伟大 297赚不到钱 那592的郁金光赚得到钱 你真的能够买在297的 巴菲特都会叫你爸爸 你知道吗 因为你很厉害 如果说你买在592的 真的啦 赚得到吗 可能也会赚 赚得不是很多 好不好 那大白蛋都长多了 长多了要不要追 三岁小孩子都知道 老师长多了不要追 不要追那怎么做 现在就想赚钱 对不对 想赚钱想疯了 老师你就说长多了 长多了 你可以长那个低档区 你可以长那个底部的 你为什么一定要去追 不需要 我常常在节目中告诉各位 买股票 来看这边买未来 你的未来在什么地方 你的未来在 严老师这张QR Code里面 老师为什么在里面 因为你是我的朋友 我最挺我的朋友 因为你是严老师的家族 有重要的讯息 我都会告诉你 我会告诉你 长多了不要追 拉回找买点 今天 老师今天还在长 我好怕 不用怕啦 我的测标 你有看到吗 再不买 会直喷 会大喷 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 你不要说等到 加钱指数来到一万二了 你在那边跳下去 现在都还有机会 我带各位今天进场的 就是 未来会大涨的股票 但是目前为止 还很低 还很低 你不用怕 好不好 今天还没有加赖的 赶快加赖 老师我打电话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加赖打电话 今天请注意 加赖的人 留下姓名电话 对不对 好 我们助理就会告诉你 你是第几号 你卡电话也是赶快 我们一样会跟你讲 你电话是第几号 老师 我要知道第几号要干什么 你完成预约以后 对不对 很清楚 前面十位的 我只开放一次 我只讲一次 今天打电话也好 加带也好 今天前十位的 明天早上 严老师亲自拨电话给你 有好看的 我们的合作就从明天开始 但是请记得 现在赶快扫描QRGO 等一下赶快电话拨进来 前面十位 严老师讲的 我讲的绝对算数 每天早上你接到我的电话 你不要吓一跳 我有一档秘密武器 好 我直接告诉你 这样子速度会比他快 对不对 好 等一下电话一定会满线 电话打到爆 还没有加来的赶快加 还没有加来赶快加 等一下节目时段 赶快拨打你的电话 好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轮源头部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排斥策略宣布 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 022321 9933 2321 9933 轮源头部年分析师 毕竟多次蜿蜒与空投 拥有二十多年股市经验 擅长基本面分析 经验大盘结构 最能动足极限 充分掌握风险 激起拜访公司 深入产业研究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绩效 是您启动财富的最佳导师 轮源头部智库专线 022321 9933 2321 9933 轮源头部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排斥策略宣布 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 022321 9933 2321 9933 酒价罚很大 1.提高酒价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价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 2.呼气酒测值达 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3.酒价在犯 拒检及拒测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4.酒价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万2000元哦 5.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6.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用热 内政部警察署关心您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当然现在投资人 对于这个大盘的看法上面 比较趋向于一致化 都认为说这个大盘 未来持续上工的一个机会性 可能比较大 但是在选择股票的部分 他可能会想说 老师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股票 严老师给大家一个方向 一个明灯 肋骨轮动 涨多的股票不要去追 拉回尽量买 听起来很简单啊 意义是很深啊 你要听清楚哦 逢高可以先卖 这个堕头走势的股票 没有涨完的 拉回你千万的要进场去买 不要说等到一万二 你的老师跟你讲 我买股票啦 那有问题啊 没有人去买在一万二的好不好 会有那么笨蛋吗 真的会有哦 我先跟你讲哦 对低档区不买的人了 涨到一万二你叫他怎么办嘛 还是要买嘛 只要一直涨上去对不对 他就一定要买 我希望你从头第一根开始赚 不要说等涨上去了 你说这个股票不好 那你有赚到钱你再说他不好嘛 对不对 对不对 有一根你就赚一根 有两根你就赚两根 我希望你通通带回家 有一句话什么 你喜欢爸爸全部怎样 买给你嘛 你有没有听过有嘛 很有名的一个广告 你喜欢对不对 要买在这边啦 爸爸通通送给你 股票市场没操作啊 有买有卖 每天问老师环球金两百会到多少 现在已经到四百了 你还要他怎么样啊 老师啊四百会到五百 我不知道啦 就像LINE里面每天在问 老师啊 你的代表作是不是郁金光啊 光光光 玉金光啊 老师啊这个现在已经到五百九十二了耶 刚好差在八户 都很好玩哦 老师这个五九二了 会不会到六百块啊 就就差八块啊 你还到六百块了 你就说老师会不会到七百块 不要拆啦 好不好 千万不要拆好不好 涨多的股票不用追 好 对不对 但是有拉回要不要买 要 今天打电话进来的投资人 你敢动作的 拉回要找买一点的 我帮你准备了一档股票 今天也要去加码好不好 今天你不管是扫描QR Code的 不管是加赖的 好 我只限定前面十位 前面十位你就是 老师也要是好朋友 我们的 我们开始做朋友 你就在我旁边 好不好 老师来保护你 好不好 明天要进场的股票 单股锁单哦 非常好的一档股票 只要你今天扫描我们QR Code 前面十位的 完成预约的 明天开始我会亲自打电话给你 哪一档股票什么时候买 还没有扫描QR Code的 你赶快扫哦 老师我卡电话也可以 机会是留给打电话进来的人 你电话拨了也算 反正我们这QR Code十位 打电话十位 电话拨得越快 QR Code少得越快 明天前面十位的 有股票 单股锁单的 颜老师亲自的拨打电话给你 完成手续的 我们只收一个月 大家好好把握 电话赶快拨 我们明天见 请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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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正在YouTube 印通财经台 人好时间 人好地点 听到看到 看到 YouTube 日式点间 线上直播最中时 分析师 精准盘氏解析 水算水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不关系 跟你安赖在一起 0223219933 23219933 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宣布 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赢家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